今天要簡單講解一下是二虎旋軸這邊的簡介喔 這邊的構造就包含怎麼換選還有注意事項 然後二虎它跟小力琴一樣 它的旋栓就是旋軸啦 它這邊比較細這邊比較粗 它一樣跟小力琴一樣是用粗 這邊是細粗然後塞進去讓它固定住的 所以它沒有齒輪 而且如果你把它像我現在把它抽一點點起來 鬆掉了有沒有 鬆掉了你看它就會有點像彈簧會整個被懸給拉回去 它這個時候就會鬆掉 這種狀況比較常發生在運送中啦 可能你是寄送我們寄給你 你收到的時候變這樣 或者是你已經塞好了 可是你拿到那個 例如說社區大學去上課 你在騎摩托車的時候 你去撞到一個比較大的窟窿 就摩托車整個窟窿一下 就很可能會發生這種狀況 那這種狀況怎麼辦呢 其實它就是跟你換選 因為如果你之後有機會換選 你還是要這樣整個把它拆下來 所以是不用擔心的 除了要再另外再重新調音之外 其他就沒什麼好擔心的 因為換選也是要經歷這個樣一個動作 然後它為什麼會這樣呢 就是像剛剛說的 它是一個追撞的嘛 你把它塞很緊 用力塞 超緊 這不可能掉下來 可是也會變成你調音很難轉啊 太緊嘛 那我們就是要把它 就是大概抓到一個適當的中間 讓你很好轉 可是又不會鬆掉的一個平衡值 這個平衡值是 就每一把琴都要去抓一下 但其實重點就是這樣子 你在調音的時候大拇指 大拇指一定要像這樣子 扣住 然後轉的時候是有點往內轉 往內轉進去 用大拇指的力量把它 讓它往內壓 所以你在轉的時候慢慢轉 可是也是一直有往內壓的力量 但至少就不會讓它是 越轉越出去 你看我們有的人 施力的方式 可能就越轉越出去 這怎樣就整個就鬆掉 這樣不可能轉的好嗎 好 現在把這個裝回去一下 裝回去很簡單 換選一樣 下面勾著 上面有一個洞 就跟那個針線一樣 把它穿過去 穿進去一點點的時候 然後你轉的時候 就是要 你可以用手把它控制一下 就是 把它纏得漂亮一點 不要弄得很亂 很弄看了就不舒服 那你轉到覺得旋差不多 掉了 一開始還沒拉緊的時候 一定要拉好 不然它很容易就會掉下來 轉快一點 已經轉好的時候 轉漂亮的時候 我們到最後再往內壓 它就塞住了 有沒有 它就不會再往回彈 這個時候 就可以開始調音了 然後有一個重點是這樣子 它兩個弦的線頭是不一樣的 你看這邊 有沒有 上面的線頭是在這邊 下面的線頭是另一邊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就是要讓它 中間都有一個縫隙 它才能 有沒有 這裡 我們要 我們要把公毛放進這 兩旋中間才能拉 如果你讓它全部都貼在一邊 它這邊就會變成 整個就是 就是整個貼在一起 這樣你在二虎公 公毛在拉這個門 就不能拉 會一直拉到雙一 所以這個部分是你新手換旋的時候 比較容易會發生的問題 比較容易發生 這個弄在同一邊 因為其實很多人都覺得是同一邊 好像就是同一邊固定 但其實二虎不是 二虎是一人一邊 轉緊的方向是一個往前轉 一個往後轉 這樣才是正確的 就不要貼在同一邊 這個是新手比較容易會產生的錯誤 其他就是塞緊而已 然後塞緊這個部分一樣 如果你覺得太緊 覺得轉有那個什麼 摩擦 啪啪啪的聲音 你就可以上一點點的蠟燭 如果你覺得太滑 一直塞不住 你就可以弄一點鬆向 反正就是增加摩擦力 跟減少摩擦力 因為它就是靠摩擦力去調音的 所以如果今天你的二虎 很容易跑音 那就要檢查一下 是不是沒有塞好 沒有塞緊 或者是是不是 那個蠟燭 之類的上太多 這個是其實就認真看一下 就可以了解的一個構造 真的很簡單 好 那有問題可以再詢問 對你有所掃的嗎 說不定嗎 說不定嗎